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 明朝十大最強的角色 這些都是一些測試版的數據 如果公測有少許改動 或者數值有點不同 這又要重新調節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看 測試版最強的十個角色 第一款是《忌炎》 這角色一定是最強的輸出 在測試版上 其實打任何副本 都是非常好用的 不過不知道公測正式推出的時候 會不會立即有這角色給大家玩 這角色最主要是它的輸出非常強 連段也非常好看 除了它是強力之外 也是一種非常漂亮的角色 不過最主要是它真的強勁 所以才排第一 第二款是《淫琳》這角色 大家可以理解成為 它是《忌炎》之後高輸出的角色 另外它的被動技還可以被大絕增加傷害 所以在測試版上 這款《淫琳》也是一種相當強勢的角色 絕對可以稱之為 頭三名最強的角色之一 最近的兩款輸出角 其實已經提及了 第三款當然要提及奶媽了 在測試版上來說 這款《淫琳》是真的非常強勁的奶媽 首先這角色可以幫助我們回血 另外它也有技能可以幫助我們增加傷害 這也是一種可攻可守 亦可補的角色 我們很多時候玩遊戲 其實都會看到五星角色比四星角色強勢 這款《明朝》也是 五星角色基本上比四星角色強勁 但是這款遊戲有些四星角色都可以使用 而且也挺強勁的 稍後會跟大家介紹到 剛才的三個一定是最強的角色的頭三 接下來介紹的 我覺得是似一級 但是也非常好用 如果大家擁有的話 也非常推薦練 這角色叫卡卡羅 是一隻雷系的主要輸出角色 大家玩起來應該是挺爽快的 如果大家擁有這角色 當然推薦練 雖然並不是頭三名那麼強的輸出 不過這角色的雷輸出 也是相當一流的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角色 好 接下來第五隻角色 就是安可的角色 最主要是火的重點輸出角 也是在測試版中 叫做非常強的輸出角的 其中一位成員 另外它也是大絕 可以幫大家加到普通攻擊 亦可以打到非常可觀的火系傷害 基本上可以說是必練的角色之一 所以大家玩這遊戲的時候 記得留意一下安可這隻火系的角色 剛才跟大家說過 有些四星角色其實也挺強的 一開始我們也是值得去練 值得去用的 就是這隻的白紙 這隻角色最主要是可以有些技能 幫我們回倒血 增加傷害 又或者是有些復活的技能等等 所以在我們前期 基本上都是非常好用的角色 不過我也要提提大家 這是在封測的時候 可以玩到的一些技能 不知道正式版的時候 會不會仍然這麼厲害 當然希望讓平民更多選擇 這隻角色仍然保留這麼強勢 但如果它真的改弱了 那是否不能玩呢 我覺得不是的 到時候我們再看看有沒有新的角色 可以代替這些這麼好的開放角色 下一隻就是鑑心 這隻角色的輸出其實相當不錯 另外它最大的特點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破防 或者破盾的技能 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這隻角色真的很漂亮 當然不是啦 它的實用價值也是相當高的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好用的角色 這隻絕對是一隻 是一隻不錯的輸出的角色之一 好了 剛才跟大家說過的四隻角色 其實都是在頭三位角色之後的 就是說是不是差很遠呢 其實真的差一點而已 這四隻角色都是相當推薦的 如果大家沒有頭三位強勁的角色的話 這四隻角色一定要去練習啦 接下來說的是再次一級的角色 不過也是可用可練的 如果你剛才說過的七隻角色 都沒有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些角色 好了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隻角色 就叫做冤武啦 最擅長的就是大範圍的輸出 當然如果大家看到很多怪 想清一下怪的話 用這隻冤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接下來就是單紧這隻角色 首先這隻角色本身已經有增加傷害的技能 前期它的技能也相當好用 如果大家本身一開始得不到好的角色 單紧絕對是一個可以考慮練習的一隻角色之一 到最後這隻角色就叫做靈羊 不好意思 是靈羊 這隻角色其實算是相當不錯的角色 為何會放在這麼厚呢 其實因為這隻角色本身是五星 但是比起之前的角色 真的不是特別有優勢 但是最主要它的破盾能力 它的破防能力是比較高的 如果遇到一些怪合適的話 這隻角色針對去打 也能夠做出不錯的輸出 十大角色跟大家介紹了 雖然是測試版的一些數值又或者技能 這樣去排列的 當然如果它正式版也是差不多 或者出到沒什麼大的改變的話 強度應該也是差不多的了 所以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到時如果公測真的有點不同 或者有些改變 有些技能不同的話 我到時會再跟大家說一說 好了 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